衛生服務中心宣布 本港已踏入流感季節 過去一個星期 兒童因為流感入院的個案 交對上一個星期增加四成多 其中含有奧斯他委成份的 兒童特敏福藥水 因為藥廠供應不足 有醫生要自製兒童藥水 以解決供應緊出的問題 有一些存貨是抗病毒藥的藥水 給兒童 慢慢用一用就用完了 問藥廠拿的時候 要不提供不到 又或者要少一點 而供應似乎有不足 在藥水方面 不過其實有一個做法 成年人版本就是一個膠囊 拆開是粉末 可以將它融在甜的液體 或者是水中 都可以在不救藥水的時候 一個取締 林永和指 政府有足夠的流感藥儲備 認為如果私家診所藥物不足 可以和醫管局協商